Hello,大家好,我是Polly,陳麗文,玻璃窗 開始了今天的麗文教室 今天請來的這位好朋友,Wax Long Wax,你好 Hello,Polly,你好 先介紹一下Wax 我是因為運動而認識Wax Wax是國際康體專材培訓學院課程總監 不如介紹一下這個學院 其實我們的學院就由1940年 新加坡開始成立 到2003年之後 它就在香港開設一個教育部門 即是我們現在的IPTFA 我們主要是做一些健身、健美 或者是康體不同的培訓為主 裡面有可能有一些健身教練培訓考試 瑜伽、Pilates 或者是一些Albis的Trainer 我們都會做到一些相關的培訓方面 對於運動在外國就會很普遍 香港都是近來,可能近幾年 才大家都注重健康 自從運動 但是你自己接觸這個行業也有很長的時間 由你自己喜歡運動開始 沒錯 那你怎樣去建立這個行業 令到大家在教育方面 或者令到更普及化呢? 當我2003、2006年 2006年開始 接手了這個機構做培訓之後 我們就不斷地去想一想一些構思 哪些適合呢? 我們香港或者華人裏面做健身的訓練 計劃給他們 因為以往很多時候都是海外外國的書籍 他們可能透過不同的計劃 去給予我們的亞洲人士 但是對我們來說 可能未必對的 可能會水土不服的 後來我們就找回我們的專業人士 比如可能有物理治療師、營養師 或者相關行業顧問 我們重新編寫那個新課程 是設立我們亞洲人的 之後就慢慢慢慢在那個健身產業裡面推廣 比如可能我們會和一些不同的大型集中心合作 或者我們會和一些不同的學校 比如可能是OU、嶺南、IV等等 在不同的State Touch 比如可能會做資歷架構的 可能是Level 2、Level 3 或者是Level 4、不同的階段 而設立一些Program 讓一些相關的學員 可以投入了 因應他們自己的學歷認可 而之後就讀一些相關不同的證書 讀完之後很重要 那我們怎樣幫他們找工作 或者怎樣可以令到 在一個行業、在一個platform裡面 可以發揮得更加好 這個是我們的職責 嗯嗯 在香港一個 都屬於是非常商業的社會裡面 大家都會分秒必爭 對於是健康、飲食 剛才說的都是近幾年才開始 你推動這個運動的時候 當中會不會有一些 叫做很大的挑戰呢? 嗯 我們正常來說 做Training 就沒有什麼大的問題發生的 都可以的 都穩步向上的 那就是推廣這個健身產業 方面呢 就會有些困難的 因為我們平時會做一些比賽 那這些比賽就是我們一年 其實只是舉辦一次的 嗯 那一次就糟了 那其他時間做些什麼呢? 嗯 那我們就會發掘到一些不同的 比賽項目 是 譬如可能我們近來 我們會有跑步的比賽 嗯 或者是做一些 crossfit的體能比賽 嗯 那這些呢都使我們的 群眾了解得到 喂 你要練好體能 我不是正正單是做一個skill的 嗯 你要是不定地學習一些knowledge 而我們怎樣去訓練 訓練完之後怎樣去飲食配合 嗯 然後給你自己有一個肯定 嗯 去參加一些的比賽 嗯 不同的項目給你的多元化給你 嗯 那讓你知道我自己 可能是適合這個範疇 同學仔又可能適合另外一個範疇 嗯 這個慢慢慢慢配合 嗯嗯 比賽其實很好玩的 過了就很好玩 當中就很吃力 嗯 可能當我曾經參加那個比賽之後呢 就是過來的 一談到一些的 認識到一些新的 新式的健身教練 原來大家都很熱切 他很喜歡 就算不是想著拿不拿獎 都很喜歡參加這些比賽 沒錯 那其實是一個 給自己一個證明的 嗯 我由一個 平時熱愛運動的人士 我去到 將我們自己 可能收身啦 控制飲食啦 或者將脂肪比例降低啦 然後將肌肉量增加的時候 咦 去到什麼形態呢 會不會去到 好像拍戲那樣 說個個都很Muscular 肌肉型那樣 那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想試一次 而去參加這些的比賽 嗯嗯嗯嗯 那些比賽呢 我又想問多些 那麼多的比賽 那些評判呢 我見到是來自五湖四海 是 沒錯 其實我們想製造一個 很公平的比賽 嗯 因為呢 如果我們慣性 我們用本地的裁判 嗯 那很多時候很坦白 這個地方有多大呢 那撞好撞臉的時候 其實可能未必 有個觀感上可能會比較靠一點 我比分會比較高一點 嗯 但我不想是這樣做這個 我想是既然你來得這個比賽 我就想你透過一個水平 很公平的原則底下去參與 譬如我要邀請中國的裁判 嗯 可能請馬來西亞的裁判 韓國的裁判 或者可能甚至乎是英國或者美國的裁判 來到我們香港參與競技的時候 他們只是第一次見到你的 是 那他的觀感就說 喂 我知道你是達到這個水平的 我成績好一點的 我會比你高分一點 是 那或者這個是一個很合理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上網看到很多的比賽 那男女都很均等的 因為可能外國他們那些人的環境不同 但香港永遠都是大隻佬多一點的 會呀 因為其實我們那個健美運動 傳統其實已經很多時候 差不多整個在香港發展了很久 整個四十幾五十年的歷史 以前呢 舊時的時候 在健身室他們是做一些鐵管 就是很舊的啞鈴 很簡略的器材 他們就開始訓練做器材 但是慢慢慢慢現在的潮流方面呢 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器械 或者可能有不同的訓練方法 或者飲食上面的配合 他們出來的效果 其實那個狀態是比以前 四五十年代 七十八年代 八十年代 或者現在來說 每一個階段都有些少少不同的變化 那這個變化 這個進步空間來說 其實也會很大的 對那些年輕人來說 又穿衣好看 又大隻 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 挺喜歡的運動 女生呢 是不是女生會害羞一點 你會不會覺得 中文的女生會害羞一點 所以他們會少人參觀 環獨鍛鍊方面 會面對男生是難一點的 兩樣東西 對啦 本身呢 女生現在開始都著重了健康 喜歡健美的運動 可能他們都會跟男生一樣的訓練 不過 女生要達到一個 想好像男士肌肉的質量的時候 其實他們比男士更加努力 可能會多兩倍的時間 去訓練的時間 才可以達到一個預期的效果 所以他們其實是要更加刻苦 更加好努力 才達到出來的那個figure 是怎樣 好像你這樣 我過了就不記得了 現在馬上吃東西 發脹 不過我會再參加的 OK 講到這裡 或者我們休息一會兒 一會兒回來 再繼續跟Vex聊天